救護臺東市公園區 疑似肺炎患者的救護勤務 如果遇到下雨天 防護面罩可能進水 影響口罩防護力 因為它上面是一個泡棉 跟我們的頭部做接合 它是完全沒有密合的部分 有可能影響到我們的防護效果 而防護衣淋雨也可能影響功能 消防隊員發揮巧思 穿上輕便雨衣 解決問題 用後急丟 沒污染 出勤後返回隊上 還有重要的事 防護衣怎麼脫 才不會讓表面病毒等污染物 沾染到其他醫物及身體 把防護衣塗上夜光凝膠 模擬是病毒病菌沾染 來訓練隊員 確定我們的手套 還是我們的臉部 還是我們的手部 沒有確定沾染到我們的螢光 讓夜光的凝隙了 就表示我們是有安全的防護 肺炎疫情當前 消防隊員勤勿加重 出勤過程也比平時反覆許多 會比平常還要辛苦 因為穿上防護衣會很悶熱 然後在穿脫的時候也是很困難的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必須做好防護自己 然後也保護其他人 希望只要是民眾 你真的是有救護的需求 能夠跟我們完整 而且想死的告訴說 你是有這樣子的症狀的 然後讓我們能夠做好防護 體恤消防隊員辛勞 仍然落實正確防疫觀念 共同度過非常時期 大愛新聞張貴端廖學信 台中報導 歡迎大家 програм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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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